Hello 大家好 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一期咱们在低洼地图上来玩一些好玩的对抗 首先第一场我们就用15名符文法师来对抗对面的50名小推车 看一下符文法师能不能挡得住这50名的小推车 马上开启战斗 小推车浩浩荡荡荡的驶来 这边符文法师也开始启动符文 好 都变成狼人 这个版本的符文法师已经是一个修复的版本了 不像之前是有bug的 把第二变成狼人以后 狼人是可以产生一个自主攻击的状态 小推车冲到一半 有队友变成了狼人 然后是叼转枪头围在一起 厮杀成一片 符文法师修复以后 还有一个符文法术的攻击 陆续的变成狼人 还有一些小推车上面的农民 也是变成了红色状态 变成了红方的人员 这样看来他们是无法攻上来了 首先毕竟小推车全部都挡住了 动都动不了了 你看全部被卡在中间 然后反复不停的变成狼人 这家伙太兴奋了 自己就冲了下去 接下来我们再挑战一下 30名数据人 后面的数据人一下就蒙了 怎么回事 前面的兄弟 你们怎么都变成狼人了 这法术攻击对数据人 不疼不痒的 数据人现在冲了上来 发泄他们心中的怒火 还好咱们再一次 把他们变成了狼人 但是你看数据人这一局 没有很多的辩解 他们依旧是蓝色的状态 哎呀这一局 打得实在是太惨了 蓝方这边依旧保持 30名数据人的状态 红方咱们增加了一排奥丁 看一下红方 这一次能不能守得住 第一轮永恒之枪砸了下来 好第一排数据人 也是瞬间变成了狼人状态 冰枪并没有掉下来 数据人阵营现在十分的混乱 红方这边第二轮攻击开始 符文法师和奥丁的配合 就可以大大限制 对方的行动力 数据人好多都掉下去了 这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应该是可以守得住了 蓝方这边 我们准备了六排雷神 官方版的雷神 一共75名 看一下能不能把对面的奥丁 和符文法师全部电飞 符文法师是全部被电飞了 奥丁是弹了一下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符文法师在飞起来的一瞬间 也是把对方的第一排 变成了狼人的状态 现在官方版的雷神 还是有很多的 第二轮电击开始 没事啊 奥丁还是不停的在丢 永恒之枪 本冰枪接了 现场只能看见雷电 还有冰枪 没有守住 但是对方的雷神 也没有多少兵力了 大概还有十名那样子吧 刚刚没守住 所以红方这边 我们也增加了一排兵力 红方MOD版的雷神 然后蓝方这边 也是增加了两排 把兵力扩充到了一百名 再来对抗一下 红方的雷神 率先丢出了锤子 对方也是 开始施展闪电攻击 连续的闪电 一百名啊 一百名的威力 果然不一样 有很多 是因为同伴变成狼人 有很多的雷神 是掉下了悬崖 这个我们捡了个大便宜 到处都是闪电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我们还有雷神 是存活的状态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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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兵力不多了 漂亮 手下来了 太激烈了 比赛继续 蓝方这边 已经更换成了 六排光拳 一共87名兵力 来看一下 红方这一次 能不能守得住 咱们有了雷神 咱们有了雷神以后 这个杀伤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 一阵闪电过后 对方只剩下一半的兵力 还有一些变成了狼人 让他们互相撕咬 我雷电 冰枪加上全套 这几种特效在一起 啥都看不清了 光拳是顶着身上 这么多的冰枪 往上冲啊 他们冲上来了 他们冲上来了 你不要过来哟 欧丁能不能守得住 把源源不断的光拳上来了 不行了 挡不住了挡不住了 没有雷神的闪电 完全挡不住 最后一场 我们来考验一下暗拳 暗拳只有两排 一共31名 红方这边的阵营 还是不变的 看一下暗拳能不能冲上去 暗拳的速度非常快啊 这是他的优势 但是我们可以 把他第一排变成狼人 给他们产生一点阻碍 不过暗拳的 这个击飞效果非常的棒啊 直接打飞 这个胜负啊 还不一定啊 30名可能还不够 哎呦 好像形势逆转了嘛 奥丁刚刚还有很多 一下就没有多少了 还有一名雷神在坚守 哦 还有几名安全呀 一二三四啊 差不多吧 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